哈囉大家好我是Aer 剛進來發現一個爸爸在打虛無伊德 不過Air想練習金兔杯活動對戰 所以有沒有五星在盤內都與我無關啊 目前大概打了60場左右的活動對戰 有用過R3超獵加皮卡雷丘的組合 也有用過二星穿山王加皮卡雷丘 最後還是用回最初的想法 超級拉蒂歐斯加皮卡雷丘 雖然超獵加雷丘打起來應該是最穩的 不過我認為哥哥的寶可能量比較低 所以想用這個組合來挑戰看看 不過活動對戰更吃運氣了 就算你用相同的組合 每次打出來的分數不一定相同 首先就是阿羅拉雷丘快速跑到終點 先放利招式 這邊如果運氣好的話有暴擊 帝王拿撥有機會掛掉 再來就是讓拉蒂歐斯跑向終點 讓他超級進化 超級進化之後加35會變彩色的 我覺得難度增加不太好按 我都是直接看然後按的 網路上有其他youtuber有教學是用數的 有興趣的保友可以自行搜尋 這邊打怪力失誤了 所以真的很吃運氣阿 再來這邊就要控訴了 讓對方打我一下 不然哥哥會跑太快 W招就會放在四星身上 不過這場我前面打怪力失誤啦 所以整個劇本亂掉了 因為羅斯雷朵是必中招 這邊要按盾 不過被擊中要害一樣會掛掉啦 這邊因為雷秋被打的傷害比較高 所以會直接跑在哥哥前面 雷秋的加35我很常按不到啦 因為兩隻都沒有刻到 所以不太痛 怪力也沒有掛 所以哥哥的W招 勢必是要打在四星身上了 這邊要讀閃避率提升 因為怪力命中80 不過我沒有按到 結果是打格格失誤阿 雷秋掛了 被迫再派一隻寶可夢 這邊可以考慮用一星的拉魯拉斯 我是使用R1的一星海豹球阿 反正有刻到裂空座的一星都可以 哥哥雙重衝下去 四星兩隻就直接買單了 兩隻都有被超能力客 都有爆要害 兩隻都有被超能力客 對方剩超級裂空座 他到終點直接放W招 正常來講不是也應該先超級進化嗎 覺得這邊很BUG阿 海豹球按到加10 其實蠻痛的耶 這邊一樣失誤 只按到加10阿 阿怎麼海豹球加10跟哥哥的加10傷害差不多 應該是超烈有按到盾的關係阿 海豹球加20 果然超烈按盾傷害差很多阿 很難其它十分被超打敗 只能攻擊潰 哭愣擊輪台 飄准黏紅旦的數字 喜高潰 哥哥按到加35 哥哥按到加35 好險超烈沒按到盾 好險超烈沒按到盾 順利收圍 順利收圍 好險超烈沒按到盾 好厲害 好厲害 把對手的防守中全都打倒了 本集的重點來了 打了六十幾場活動對戰 第一次遇到掉五星卡 雖然是Lucky紅卡 但也解鎖了新成就活動對戰下五星 之前有看過別人在比賽中掉過 不過發生在自己身上 感覺還是好奇妙啊 這場因為用了三隻寶可夢 所以分數應該不會太高 以上就是練習金兔杯的小插曲 最後不免贖的 當然還是要來個 抽獎活動 這次的抽獎是自選抽獎 那因為之前Air都是抓到什麼就抽什麼嘛 那我發現有些寶友可能都有了 就不會想要參與 所以這次Air拿出了六張重複的四星 那抽到的寶友就可以六選一 就是自己選一張想要的四星 對 那要怎麼做這個抽獎呢 只要 幫我訂閱頻道 影片按讚分享 那在底下留言 恭喜 解鎖成就 這六個字 我們就可以參加抽獎 抽一位 謝謝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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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